跳过去找一个好朋友 这一个是我的好朋友 这一个是我的好朋友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跳过去找一个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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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一个最好的朋友 这一个是我的好朋友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小猫猫 快快来 快来这里洗个脸 小娃娃不要哭 不哭给你包子吃 小鸡鸡不要叫 我家小宝在睡觉 大木居呀 大木居呀 你在哪里 在这里 在这里 我在这里 大木居首冬 Sol 大木居 我们赶紧 大拇指呀 大拇指呀 你在哪里 在这里 在这里 我在这里 太阳在天空发出微笑 歌声又没过气飘呀 我们选手发挥力呀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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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在天空发出微笑 歌声又没过气飘呀 歌声又没过气飘呀 我们选手发挥力呀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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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在天空发出微笑 歌声又没过气飘呀 我们选手发挥力呀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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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e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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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躺在一起 在一起 在一起 当我们躺在一起 起快乐无比 你对着我笑嘻嘻 我对着你笑嘻嘻 当我们躺在一起 起快乐无比 当我们躺在一起 在一起 在一起 当我们躺在一起 起快乐无比 你对着我笑嘻嘻 我对着你笑嘻嘻 当我们躺在一起 起快乐无比 请不吝点赞 订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了 在一个晴朗的春天 鸭妈妈正在孵她的蛋宝宝 忽然有蛋壳裂开了 鸭妈妈弯下头去看 哎呀 已经有鸭宝宝 啄破蛋壳跑出来了 不一会儿 一只接一只的鸭宝宝跑出来了 可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蛋宝宝 还没孵出小鸭子 过了一阵子 最后一个蛋宝宝也裂开了 哇 最后这一只鸭宝宝比其他鸭宝宝大 腿儿短短 脚掌大大 脖子长长 嘴巴扁扁 呱呱呱叫得比其他鸭宝宝都响 由于这一只鸭宝宝的样子长得很丑 所以大家都叫它丑小鸭 由于丑小鸭长得很丑 到处找不到朋友 连它的哥哥姐姐都不愿意跟它一起玩 而且还时常欺负它 丑小鸭非常伤心 所以就决定离开家里 准备去别的地方找朋友 丑小鸭离开家里之后 到处流浪 到了冬天的时候 由于天气太冷 丑小鸭就找了一个小山洞过冬 到了第二年的春天 天气开始暖和了之后 丑小鸭就从小山洞走出来 伸伸懒腰 鼓鼓赤吧 哎呀 怎么飞起来了 原来自己会飞 丑小鸭高兴地飞呀飞呀 不久 它看到一群美丽的天鹅 在一个湖里游泳 天鹅长得优雅又美丽 丑小鸭想下去看天鹅 可是又怕天鹅嫌它丑 于是就在离天鹅远一点的地方降落下来 这个时候 有几只天鹅向丑小鸭这边游过来 丑小鸭怕被天鹅看到自己很丑 就赶快把头蹲下去 丑小鸭从湖水的倒影中看到自己 天呀 原来自己不是丑小鸭 而是一只美丽的天鹅 那几只天鹅游到丑小鸭的旁边 要跟它做朋友 丑小鸭太高兴了 它终于找到朋友了 它也不再是大家讨厌的丑小鸭了 它是美丽的天鹅 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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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小小鸭 腿儿端端脚长大 长长脖子变嘴巴 走起路来摇摇摇 挨到河边去玩耍 喉咙虽小声音大 可是只会呱呱呱